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這個圖 這圖二是小滑做粒的測量的實驗裝置 下端呢 蹭盤的重量 這個有個蹭盤 重量位置 逐漸在蹭盤上放滑碼 結果 又讀一這支圖 這個是放的滑碼的重量 這個是什麼呢 是這個生長量 放滑碼的重量跟生長量是這樣的關係 那他們說 第一小題 他們說這個 蹭盤的重量位置 蹭盤的重量是什麼 當你沒有放滑碼的時候 它就有生長量3公分 那你現在放了滑碼以後 放了140公克的滑碼 結果它生長量生長這麼多 生長7公分 那這樣子的話 那麼這個 1公分的話 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是 3公分 那1公分的話 相當於是幾公克的話 我們看 就是說 就是K K K的話 就是那個彈簧的彈力長數 你放140公克的時候 結果它生長量 生長量是生長7公分 所以它的彈力長數是20公克 每公分 也就是說 你這個彈簧你每加增加20公克的話 它會多生長1公分 好 那現在一開始的時候 它就生長3公分 所以這個 這個蹭盤的重量 是等於多少 就是F 這蹭盤的重量 等於多少 等於K 乘以它生長量3公分 K是20 乘以生長量3公分 所以是60克重 這是克重 克重 所以第一小題 應該要選這個V 60克重 好 那第二小題它是說 若將此彈簧取下 把它取下 分割成相等兩段 分割成相等兩段 取其中一段 也就是說這個彈簧的話 變短了 取其一段 這個彈簧長數會加倍 彈簧越短的話 彈簧越短的話 彈簧長數越大 也就是說 這個彈簧的彈簧長數 會變成原來兩倍 因為你把它割成一半 割成一半以後 會變成原來兩倍 等於2K 所以這個是40公克 每公分 也就是說 你要拉這個彈簧 拉一公分的話 需要40公克重的 這個拉力 好 那麼它問說 則當蹭盤上 滑碼重 蹭盤上的滑碼重 是140克 140克還要加什麼呢 加蹭盤原來重量 加蹭盤原來重量是60克 所以這個總重量 蹭盤加滑碼總重量是200公克 200克重 200克重 那麼一看 它們的伸長量多少 那伸長量X 就等於W 就F 除以這個K 那F的話是200克重 K的話是多少 是40克重 每公分 所以這樣每多少 我克重可以消掉 這0可以消掉 4520 所以是5公分 所以它可以深長5公分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C 可以消失去 可以消失去